当然我们这样讲的时候 是有点苹果跟橘子来比较 人的这个法律 人的法律跟上帝的法律不一样 上帝法律是讲到人跟神中间的关系 我们讲到死亡的这个 讲到罪的这个刑法的话 是人跟神关系的这个段落 因为上帝是吃他生命的上帝 反叛上帝是一个抗拒上帝 抗拒上帝的主权 抗拒生命的原则 所以以抗拒生命的原则的话 这个结构本来就是死 所以上帝的政治 跟这个民法中间的东西 是有不是完全一样的东西 可是很清楚的 说是因为人 有人的珍贵的价值 人性有人性的珍贵的价值 所以我们不能够随便出死刑 可是那些被杀害的人呢 我们圣经的这个律法里面讲 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所造的 所以你不可以杀人 你不可以去虚拟杀人 以这个杀人的话 神也是侮辱上帝的形象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杀人要复死 要复死刑 要按照死刑 所以这个美国用这种漏洞的 其实浪费 给社会造成很多的问题 比这个社会 这个法律的话 讲起来就是被害的人呢 律法比较保护那个 危害别人的人呢 比保护那个被害的人呢 要更多 换句话说 无辜的人 反而是要付更大的代价 有罪的人的话 他还可以躲避 这个受刑 这个从一个角度来讲的话 这个人间的法律 一讲它是人道 其实它是不公义 它就在这个公义跟政治上面呢 反而是有这个缺陷的 比较很明显缺陷的地方 尤其那些用钱 顾律师来找漏洞 来避免死刑的 这样子的话 那更是更明显了 其实美国律法现在 大家都看到很多毛病在那里 可是呢 还是没有真正 有什么改变的措施 因为人对上帝的态度 已经改变了 好 那么另外呢 我们讲 这个 罪的刑法呢 上帝刑法罪呢 又有其他的 一些 作用在那里 一个作用呢 就是 借着刑法呢 上帝可以改造罪人 换句话说 上帝的百姓 不顺从 上帝的刑法到了以后 一个作用呢 就是让他们不再去犯罪了 让他们改变 改变他们的心态 让他们回头 耶和华 请问你不要在怒中责备我 也不要在怜怒中惩罚我 换句话说 人犯罪以后 晓得自己知道上帝 应该受上帝处罚的时候 他就求上帝 他就对上帝转变心意了 他就对上帝敬畏了 就惧怕上帝了 西伯来书里面这样讲 你们又忘了 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 说 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 被他责备的时候 也不可灰心 因为主所爱的 他必管教 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 你们所忍受的是 神管教你们的 带你们如同带儿子 也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 管教原是种子 所供授的 你们若不授管教 就是狮子 不是儿子了 西伯来说另外一段 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 若故意犯罪 宿罪的计就再没有了 为我站尽等候损判 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 这些地方呢 都是一些 换句话说 这个地方呢 管教呢 有一个警告的一个 一个作用 也有一个使我 使这些犯罪的人 改变心态 不要随随便宜 去犯罪 或者是 这个改变 他们自己的这个行为 尤其说是在这个 讲到中间那一段 西伯来说第十二章第五节 到第八节那一段 讲到父子 父亲管儿子呢 主要是让他的这个 行为改变 让他的行为改变 据说我们很多时候受苦 上帝让一些苦难 临到我们的时候的话 常常背后呢 都是有一些造就 我们的一些 这个着用在那里的 那么 诗篇第五篇第五节 狂傲人不能站在你眼前 凡作孽的 都是你所恨悟的 原来神的焚怒 从天上显明在一切 不前不义的人身上 就是那些行不义 阻挡真理的人 这一段 特别讲的 不光说是对一般的父 父亲对儿子的 这边是讲的 上帝跟那些 蓄意抵挡他的人 他的公义呢 他的刑罚呢 在他们的身上 因为他们是 上帝恨恶 作恶的人 他也是处罚作恶的人 神既是公义的 就必将患难 报应加患难给你们的人 换句话说 上帝子民的时候 是上帝的子民呢 不是说我们不会受到患难 可是呢 上帝会保护我们 会去刑罚那些 这些逼迫 逼迫我们 加痛苦给我们的人 所以换句话说 上帝的公义呢 是这样子 在这种情况之下 的话一方面就是帮助呢 上帝的儿女的更多的认识 更多认识上帝的作为 那么我常常就喜欢 引用这个 越博的这个情况 从一个角度来讲 越博受苦 从一个角度来讲的时候 很多人看那个经文的时候 常常有反应 上帝好像怎么 在那里玩游戏一样 跟撒旦两个玩游戏 好像是这个 这个越博是一个 是一个棋子 在那个地方被玩耍 那么这个 撒旦来挑动这个上帝的时候 上帝就让越博吃那么多苦头 好像到时候 越博吃得很冤枉 虽然说是 到时候上帝给他加倍了 他说其实 我本来已经很富足了 你不要把本来的拿去 我本来那十个孩子 我很爱他们的 现在你把他们都拿去了 然后再给我二十个孩子 这个真的是一个补赏吗 真的是一个补赏吗 而且越博从圣经里面讲 他是一个正直的人 正直的人为什么要受这个呢 可是你看 越博 他在上帝面前要问 为什么我要受这个苦的时候 上帝也没有直接回答他 我们看越博计划就知道 上帝没有针对他那个问题 他跟他的朋友说 我巴不得上帝站在我面前 我可以问他 我做错了什么事情 为什么要承受这样子的这些事情 我做错了什么事情 求你给我知道 我看见的话 我就会认罪等等 上帝有没有回答他那个问题 没有 上帝就说 我照天地的时候你在哪里 我做这个工作 我照这个的时候你在哪里 你是我的谋士吗 你是给我出策略的吗 上帝这样跟他讲 从这个角度我们有时候也很难了解 上帝那番话到底是为什么 可是我就跟大家注意到一个后果 上帝没有指责他做错什么事情 没有按照他的要求 面对他去跟他做错什么事情 可是上帝跟他讲到那一番话了以后 约伯的态度是什么样子 约伯说 我从前封闻有你 现在亲眼见到你 下面一句就是什么 他说 所以我在炉灰中忏悔 在炉灰里面的意思是什么 是谦卑 在上帝面前谦卑自己 在上帝面前谦卑自己 认罪悔改 我在贪灰里面悔改 他不是没有罪吗 他不是公义的吗 他悔改什么 换句话说是 约伯呢 我们可以看 约伯在这个经历之下 不是后来上帝在给他多少东西 那是他的祝福 他比以前的多一倍了 他不是祝福吗 他不是贪图 约伯的这个价值不是在那个上面 他现在呢 他经过这个经历的 似乎是上帝上了这个撒旦的档 好像是约伯倒霉了 可是其实呢 上帝是使用这整个的架构了 他来祝福约伯 约伯呢 他是说是 我从前认为你是这个样子的 现在亲眼见到你以后 我就发现了 我以前觉得自己是异的 我以前觉得我自己是可以站得住的东西 我现在发现都站不住 换句话说他对上帝有了更深的一个体验 这个体验呢 他生命里面上帝把它提升到 对上帝的认识一个更深的一个地步的时候 这个呢 是更重大的一件事情 我想假如我们有机会跟这个岳伯面对面问的话 你的体验是什么东西最有价值的 我相信岳伯会跟我们讲说 我跟上帝面对面 上帝跟我讲的那番话 让我生命里面跟他一个更深的体验的时候 那是我生命最满足的东西 那个是我生命里面最大的祝福 所以即使在这个受苦的时候的话 上帝在背后都有祝福在那里给他的 所以呢 改造 上帝不管是他在公义的刑法 或者说是他让别人的不公义 引到我们身上的这种痛苦等等的话 基本上对我们上帝使万事互相效力 都是对我们的生命有造就的功能 我们假如有那样子的信心 有那样子的依靠 有那样子的信赖 那么我们生命里面就可以看见上帝的祝福 所以改造罪人的话 这也是一个 因为每个人都是有罪的 就是岳伯觉得他没有罪的 他也是有罪的 那么上帝借助这个刑法来改变罪 另外一个刚刚讲的 另外一个目的也是很明显的 就是说防止人犯罪 换句话说 刑法在那个地方很多时候我们讲 你小心 你开车子开得太快了 警察抓到你 你要受处罚了 或者说是在学校里不守规矩 到时候你要进到校长办公室里的 在家里面 你不守父母的规条 他们的规矩 你该回家的时候你不回家等等 到后来一定会挨骂的 一定会有处罚的 所以因为知道要处罚的时候 它有一个作用 就是让人不去犯罪 或者防止人犯罪 我们看看创世纪四十二章第二十一节 他们彼此说 我们在兄弟身上实在有罪 他哀求我们的时候 我们见他心里的愁苦却不肯听 所以这场苦难临到我们身上 这个是约瑟的哥哥们 到时候约瑟还没有跟他们认面 只是故意给他们刁难的时候 在埃及的时候 他做宰相 他们不认识他 他们给他刁难的时候 他们良心发现了 换句话说是 早知道我们不应该犯那个罪的 现在我们犯了罪了 这个刑法临到我们身上了 换句话说 早知道有这种刑法 他就不犯罪了 这样的意思 百姓到摩西那里就说 我们冤赌耶和华和你有罪了 求你祷告耶和华 叫这些蛇离开我们 于是耶和华和百姓祷告 他们刑法是让他们看见 他们是有罪了 下次就不再犯罪了 扫罗对撒末尔说 我有罪了 我已经惧怕百姓 所以听他们的话 就违背了耶和华的命名 和你的言语 现在求你赦免我的罪 同我回去 我好敬拜耶和华 扫罗这个人很奇怪 一方面他知道罪了 一方面他又不悔改 他又不改变 可是呢 这个起码他知道了 这个律法的话 是应该让他怕犯罪的 撒末尔基下十二章十三节那里讲 大卫对于拿旦说 我得罪耶和华了 拿旦说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 你并不至于死 那么这是大卫犯了 奸淫罪的时候 上帝赦免他的罪 可是有没有刑法呢 他那个儿子呢 他跟那个别士巴的 生的那个儿子呢 还是死掉了 我们知道我们做不讨上帝的 一些原先都有后果的 那么这就会提醒我们 下次要犯罪的时候 要谨慎一点 不要去犯罪 神啊 求你按你的慈爱 连续我 按你丰盛的慈悲 涂抹我的过犯 求你将我的罪孽洗 洗除静静 并结出我的罪 结出我的罪 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 我的罪藏在我面前 我向你犯罪 唯独得罪你 在你眼前行的这恶 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 显为公义 判断我的时候显为亲政 公义亲政 看见没有 公义正直 换句话说 大卫在犯罪以后 他写的四篇第五十一篇 他在认罪 在上帝面前认罪 因为上帝的刑法 上帝的判断 是公义的 是正直的 他知道 换句话说 这是他后悔 先犯了罪了以后再后悔 可是换句话说 他后悔过以后 他就会提醒他 他下次不要再犯同样的罪了 耶利米苏三章二十五句 我们在羞耻中谈恶吧 愿惭愧将我们遮盖 因为从立国以来 我们和我们的列祖 常常得罪耶和华我们的神 没有听从耶和华我们神的话 给上帝刑罚他的时候 到上帝显为公正 上帝显为公义 所以这个呢 这些都是换句话 第二条就算改造罪人 或者防止犯罪呢 这个刑罚呢 有这样子的作用 可是那个刑罚呢 最最最中心的一个理由 上帝刑罚最中心的一个理由 是因为那个第一条 就是讲到 满足上帝的公正和公义 因为上帝是公正的 上帝是公义的 所以罪呢 一定有刑罚 换句话说 要满足这个公正 真正的公正 建立这个真正的公正 真正的公义的话 罪是一定要受刑罚的 OK 好 那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罪呢 我们刚刚讲的罪的刑罚的一些性质 跟它的目的 可是这个罪的刑罚 这些刑罚 实际上面是怎么样子出现的 当然一个 就是 第一个就是灵魂死亡 这个灵魂死亡的话 换句话说就是 我们的生命呢 不是说我们现在生命不存在了 是我们的生命呢 跟这个生命的源头 跟上帝这个 丰盛生命的源头 隔绝了 从这个角度来讲 我们的灵魂呢 就不再是一个活的灵魂 我们是一个死的灵魂 就是没有上帝的存在 没有上帝的恩惠 没有跟上帝正当关系的灵魂呢 它是一个死的罪 然后呢 这个这样子的罪的 这个刑罚呢 不光是在上帝律法面前 地位的关系 而是罪迁 也包含我们的污染 我们的污能 就是我们那个污能 我们的这个 我们的全然败坏 我们的污染 这都是包含在这个污染上面 换句话说 我们不洁净了 我们生命不洁净了 当然这个也包括一个叫做 罪浅这个字眼 在某些翻译的 某些人的这个里面讲了 他把这个罪 我称它叫做罪揪 换句话说 良心上面的污染 换句话说 良心上的不安 我们犯罪了以后 良心上的不安 有人叫他 把这个也放在罪牵里面 我的意思就是 这个成分 换句话说 罪的刑法的话 一方面也就让我们内心不安 咱们思考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讲罪牵 主要是指 我们讲罪牵 主要是指 在上帝的律法面前 我们是戴罪的人 但有人也讲 他是来描述 这个良心不平安 换句话说 是良心 我们说是良心不平安 良心这件事情的话 假如我良心觉得不平安 我才是犯罪 还是我良心怎么样 人是凭自己的良心做事就好的话 这个良心搞不搞用 我先来讲罪牵后 我先去避兜了 我先来讲罪牵后 我先来讲罪牵后